貼心提醒 異形 羅牧路斯 用名 異形 奪命劍 沒有片尾片段 也就是沒有片尾彩蛋喔 大家先強調本片是這個 觀後感 不是影評 不會有什麼過度解讀 或者說是科普 就只是來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聊一聊 看完之後的感受 為什麼覺得好看或不好看 你們知道天底下最懂異形的是誰嗎? Nobody knows 當然不是川普啦 但也不是雷利史考特喔 最懂異形啦 果然還得是各位異形迷啊 本片的導演 費德阿瓦雷茲 代表作 暫時停止呼吸系列 費德最擅長的類型就是各種的恐怖片 這其中啊 也是因為小時候深受了 雷利史考特的異形所影響 這真的不是那種官腔客套喔 因為本期異形 羅牧路斯 大陸又翻叫做 奪命劍 就是阿德 好不好 費德 費德他本人自己私下先寫完劇本 他對於異形系列的喜愛 真的是粉絲等級 異形迷等級 所以他自己私底下 把他自己心目中 對於整個異形宇宙的想像 先寫好自己的劇本之後 親自去交給雷利史考特 跟他毛遂之間 讓老雷 雷利史考特有機會 看他對於異形宇宙的創作劇本 結果那時候老雷 雷利史考特 在忙著他的異形契約 異形聖約 就是普羅米修斯續集 那時候好像知道有這一回事 收了劇本 好像也沒有太當一回事 結果時隔多年 老雷 雷利史考特 近期也算是挺高產的 高產之下又很多人在敲碗 異形系列 雷利史考特之前的普羅米修斯 真的很多人一直在期待後續 那也包括正宗異形系列的粉絲 也不斷地在敲碗異形舞 然後這段期間又發生了 異形版權所屬的福斯 又被迪士尼收購 等等事件參加一起發生 就是說老雷突然間想到 有一位導演多年前有給他看過 關於自己異形系列的創作 這個時候老雷就把當時的劇本 拿出來細讀 細看就覺得 這是可以發展的 也可以拖一下自己在 無論是普羅米修斯 還是異形後續的這個債 這個時候請這個費德來電一下 剛好 我是真的有看過這個說法 不過這可能是玩笑話之類的 那老雷也擔任了這一次的監製 那前陣子費德在接受 關於本片的採訪的時候 也說過老雷雷利史考特 甚至是異形2的 詹姆斯卡麥龍 也就是阿凡達鐵達尼 還有魔鬼中學者的導演 我最喜歡的導演 兩人在看完第一版的這個適應的時候 都給予非常大的稱讚 那小傑剛剛早上 親自到電影院看過啦 那我基本上可以確定 這一次詹姆斯卡麥龍 跟雷利史考特 都不是官腔好不好 都不是官方說詞 真的挺好看的 那我先說 異形系列相信懂得都知道 有分經典異形正傳 跟普羅米修斯的前傳 甚至還有異形戰場的這個 方外篇 或者說是外傳 那我這邊淺白的區分一下 以上三個系列電影的這個調性 那講到異形 就一定要提到一個人 就是HRGIGER 如果說雷利史考特 是異形教父的話 那HRGIGER就是異形之父 大家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HRGIGER的整個生平 跟他的美學 真的是 包括沙丘好不好 沙丘的美學 也深受HRGIGER的影響 那異形正傳系列 主要就以異形本身 在HRGIGER的美學之下 給人們所帶來的驚悚 和不安的同時 還極具獵奇美感的魅力為主體來做一個發揮 那普羅米修斯系列 則是帶有濃厚的宗教 哲學 人性 思辨的底蘊 經常可以在網路上 看到很多重度異形迷 對此深度的討論 甚至是研究 那普羅米修斯這系列 愛的人會超愛 但無感的話就會覺得有點複雜 很像上課一樣 但不可否認 普羅米修斯系列 確實讓異形這個IP 在大眾認知裡的經典程度 延展得更廣泛更深入了 那至於這個外傳 或者說是番外篇的異形戰場 那就是爽就完事啦 那本片主要是屬於 異形正傳系列的風格 無論是在這個故事本身 或者說是整體感官的基調上 都是在第一集與第二集之間 所以這一集也可以稱作叫做 異形1.5 那再小小透露一下 本片雖然不是走這個 普羅米修斯系列的調性 但電影裡依然有 和普羅米修斯息息相關的設定 而且不是一閃而過而已 就我自己當下意識到的時候 是特別的興奮 真的是嗨爆了 那除此之外 本集也幾乎是對 異形系列的每一集都有致敬到 那相信一定也有觀眾在想說 如果我對前面幾集 或說是對異形這整個IP 這整個系列沒有那麼熟悉 甚至是沒看過的話 這集會不會看不懂呢 那我可以蠻確定的說 是不會看不懂的 因為劇情老實說蠻簡單的 雖然它跟異形世界觀 有非常多的所謂彩蛋 或者說是連結 但是它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然後在這整個故事 因為它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沒有強制你一定要 事先做什麼功課 或者說是一定要有什麼樣的了解 你才看得懂 沒有這種 算是一個對新手剛入坑的觀眾 非常友好 但是同時也對異形迷 老觀眾來講 非常有愛的一個作品 一個這個作法 覺得是蠻棒的 甚至啊 這可能還是現階段 最適合新手入門的一集 畢竟前面幾集 比較經典的都是 三四十年前的電影 看習慣現在電影的小朋友 或者說是年輕人 如果現在再回去看 有一定的機率會比較難接受 或者說是要把它看完比較有挑戰 對於現在人的觀影習慣來講 那本片的話 它也有承襲到早期的風格 但是我相信也是現代觀眾 相對可以接受的程度比較大的 那我自己啊 如果把疫情正傳前幾集 都貼上標籤的話 第一集的標籤就是未知的恐懼 那第二集的話就是過癮 那第三集的話 我覺得蠻壓抑的 甚至挺髒的 整個無論是畫面 或者說是他們整個 那個整個片的基調 那個 環境啊 或者說是人跟人之間的那種 都挺髒的 那第四集的話就是科幻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疫情 就是看到第四集 就覺得哇 很酷欸 那個太空船實驗室啊 什麼的 很多種疫情 還有什麼軍團啊 什麼的 那時候小時候第一次看 就覺得第四集超酷的 可以說是我對於科幻的啟蒙 我對於科幻認知的啟蒙 是疫情4 那如果也給這一集啊 羅木路斯 或者說是這個奪命劍啊 又或者說是疫情1.5 來一個這個標籤的話 我會給一個到位 到位 主要我覺得這一集 情懷該給的有給 然後創新誠意 也都給的很到位很足 不會說什麼東西給太多 什麼東西給太少 我覺得這一部非常精準的 大家想要的 大家想不到的 大家該知道的 都有給 包括有更細節的疫情生態 更詳細的疫情進化過程 還有更新的疫情物種 在這部份真的是對疫情迷的這個照顧 真的是非常的周到 非常的到位 所以在觀影前啊 我對於疫情正傳系列的心中排名是 2大於1 大於等於4 大於3 那再看完本集之後啊 心裡的排名就變成了 2大於1 大於等於1.5 等於4 大於3 加上這一集的排名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可以作為參考啊 如果你本身對於疫情前4集的排名是跟我雷同的話 那可能也會比較接近 那這支電影我們總共三個人去看啊 就是我和我爸媽 因為小時候也是我爸讓我看的疫情 我爸自己也是很喜歡疫情系列啊 那剛剛看完之後啊 我爸就跟我說 你覺得這一集有幾分 然後那時候我給的是85分 那我爸說他可以給到90分 我媽沒有給分數啊 我媽只覺得說好看欸 那我再跟他分享一下 在觀影之前 我們的期待反而是我期待最高 我最期待 我超期待 然後我爸是覺得預期不要放太高 他不太看好說 現在還可以拍出什麼新把戲 或者說是新鮮感之類的 他覺得可能就是會 把以前的形式複製貼上 用比較新的技術再拍一次而已 他的他本來的想法是怎樣 那我媽的話 他是說欸 看完映告片 他其實沒啥興趣 那結果看完之後的反饋 欸 剛好倒過來 蠻妙的 蠻妙的 大家可以評一下 大家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所以這邊也是建議大家可能 平常心來看 這樣的觀影體驗可能會更好 那也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我會只給到85分 85分其實也不低 但也不算太高 因為我本身還是對於他有一個 我自己的期待 只能說他沒有 他沒有照著我的期待走 所以沒有到90分 但是他還是有非常多亮點 他還是算是非常優秀的 我也相信他能打動 或者說是讓非常多 異形正傳系列的影迷滿意 這個是我覺得無庸置疑的 只是因為我本身會更期待 能看到一些普羅米修斯更多的東西 但我剛才也說了 他有 而且不是只是一閃而過的 但我個人私心想看到的更多 然後也包括 因為前幾天其實我偷刷了一些 因為我知道在其他地方 可能已經有提前的點印場了 有些人已經提前看過了 那我其實有偷刷大家的反饋 我看到有很多人說 哇這集的特別噁心 特別邪心 特別可怕 特別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期待值挺高的 但看完之後 我在這個噁心 然後在這個噁心程度 或者說是血心程度上 我就覺得 嗯 就就就還行 我本來其他還可以讓我 sense掉很多 你知道嗎 結果感覺好像沒有吃飽 沒有吃 沒怎麼掉sense 可能就是那種 心理可以理解 但是生理上還沒有達到不是 嘿嘿 就是那種 心理上可以覺得 噢 那這個對一般人來講 可能已經會不太舒服了 但是對於我來講 我還沒有感受到生理不適的那種程度 但我相信 對於一般的觀眾們來說 應該夠了 最後啊 就是異形系列一直以來啊 除了異形這個生化物種之外呢 人造人 生化人也一直是本系列 非常重要的元素和議題 AI 人性 最大利益 抉擇 是本集在人造人 生化人 這個部分的幾個關鍵詞 那在這方面的這個 發揮我是覺得挺好的 本集主角小羽 跟他的所謂弟弟安迪 本身就是一個生化人 那兩個算是一起長大 彼此一起扶植成長的過程 然後再面臨到一些 生死難關 或者說是 或者說是一些意外 特別處境之下 的這個表現 刻畫 還是挺有意思的 那總之本集啊 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去看啊 畢竟也真的是非常期待 異形系列未來可以出 像異形5啊 或者說是 波羅米修斯3啊 甚至是這個 羅木路斯後面 還有新的支線的話 感覺好像也有戲哦 好那以上就是 小潔對於這個 異形羅木路斯 或異形奪命劍 異形1.5的這個 觀後感啦 那如果未來也想看到 更多小潔對於 怨線片的這個 第一時間觀後感 這種聊聊天 感覺的分享的話 那記得幫我 點贊收藏 轉發分享 還有關注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 掰掰